歐偉倫是合作作雙中鋒 歐偉倫近方是華盈的前鋒之中 近期最巔峰 幾乎每一場賽事中 他都會替南華射入球 威娜 今年28歲 這幾年來也找錯港聯第一把的鯛魚 遠方面 鯛魚園 二號 丘建威 四號 鄭兆聰 五號 奧娜 尼奧 六號 顧錦輝 七號 歐偉倫 九號 沙維亞 十一號 李建和 十三號 陳志康 十六號 陳歌培 十八號 宋連勇 才證實不可以出場 在球證的比賽開始之下 首先開球是六三的魚丸 魚丸這場球是比較側重防守 排出的球員 亦都以防守性的球員比較多些 相信亦都會做這一場攻防戰 蔣世豪 今場球是競選上近 這個體院出身的很有前途的年輕球員 宋連勇一個地球 但是 留了柯偉倫 如若無人知境 好彩 守門員 范進葉又出來沒收了這個球 跟著放三球出來 看著 撕殺 不知道誰能撐到 好 益勢 斯維奧 歐腳 歐仔 歐腳 這個球 斯維奧 打暈 剛才不吹罰了 這個球最後尾也被 岑國培 解了圍 球證沒有吹罰了 岑國培 再追上去 邱偉倫送回右手邊的李建和 還有遠處 這個球四號的鄭 可能是聽到陳志康在後面叫他 所以 跳起之後 突然間縮了頸 搞到後面的陳志康也沒有了準備 出現了一個自己人的誤會 可能陳志康真的出了聲了 這個機會 真是可以說說 一個很可惜的 失了這個機會 康寶橋 遠的領隊 在這場賽事之後 將會正式辭去領隊的職任 由其他的人選擔任這份工作 蔣世豪 起腳和有一件衛一撞 後面 斯維奧就搶回 但是 斯維奧就輪輪盡盡了 最後放到金馬宮那裡 金馬宮就是裸角 魚也有些魚力向藍牙施加這個力量 宋蓮勇 坐中了 這個球位給李建和 李建和一勒勒過了 哎呀 幸好 有這個寶寶的字包起來 將這個球勾出底線 這個球和仔已經一勒勒過了范俊業 看 宋蓮勇給這個球很漂亮 莊業為不成 那個被李建和 長驅直進 范俊業出來用右腳欄 亦都被他擁過了 很可惜就是魚丸 有一個寶寶的字回來 這個球就把球撐出底線 他已經說和仔有機會探空門了 這個球 看 宋蓮勇開這個球 整體環環開進來 范俊業一圈打出 金馬宮堯搖不到 幸好 還有球落保衛大日幣了 比錯了 比了下去 這個宋蓮勇 宋蓮勇在左邊再斬過來中間 完全沒有人要斬得軟了頭 看到周超鴻馬上一個轉身 地球被他撕殺 打腳 哎呀 整個中毒反戰 球證說沒有 避過了 這個 但最後就犯規了 球耀德是撞人了 球證出發 球耀德很勞氣說不是 看看 陳志康去 球耀德 哎呀 什麼不是啊 勾結了陳志康 球耀德是打橫殺出來勾結了陳志康 球證出發是沒有錯的 這個佛球是怎樣的 范俊葉 魚園的守門員 魚園亦都排出六個人的人場 空仔在那裏 她射 哎呀 這個球很噁心 剛剛剃過魚園的人場 鐵門微落 但范俊葉亦都很死於這個球員 又手一叉 把球撞出龍門後面 范俊葉不是第一場出場比賽 上一場 魚園隊好魚通 范俊葉在下半場入闢馬沙盜 亦都有出色的表現 所以這場球是受到重用 坦白 四個腳趾還未好 繼續做後備 但她的投入程度和緊張程度 不下於她自己在棋場裡面踢的 藍牙對魚園的格島聯賽 在大球場星期四晚舉行 大家將會見到下半場的比賽變段 這場比賽只有3358人入場 在大球場是一個比較偏低的觀眾的數字 紅衫的藍牙上半場在數字統計方面 比魚園稍為優勝多少 不過打下去 屬實說 大家各有贏球的機會 這個球是藍牙的奧拿里奧 舉腳過高 被人吹罰了之後 追回斯維奧 拍掉這個球給了鄭兆宗 另外普波域節這個球出腳也有點凶狠 幾次的埋伸接觸之後 魚園的防守球員載到犯規 沙維奧斬到禁區頂 屍殺升起就頂不了 這個球正時中成功 但是拿著球用三口 拿到下來的時候 隊長梁瑞明將這個球插出這個底線 國球 國球由沙維 似乎他個人包辦了 轉國球開給李健和 再挫入給中路 這個球上出不出 范俊葉這刻終止可以出來迎接這個高球 看上去就是范俊葉也重規重規 南華的領隊黃文偉教練 黃文偉就很參加 這個球越急越練 魚園的金馬高競 竟然間自己漏油漏了這個球出界 好 南華的進攻 現在輪到這個森林亞 做把腳拆過來右手還是優健威 優健威不斷上前場助攻 打在中間 讓梁瑞明一球作出 這個施策起步慢了 追不回這個球 丘仔撿起來就立即扔了 隊友給丘健威 丘健威看怎麼樣 就過來中路 岑培右腳一蹺蹺過來沙維亞 沙維亞在左腳試射 這個球射沒什麼力氣 范俊葉很輕易跑一跑 接著接這個球 射球的沙維亞 岑培右腳一蹺蹺給他 金馬高又不來逼 越走越遠 給他轉身起到腳 沒有角度也不夠勁 後防在後面猛猜 現在先送他前面 送給金馬高 金馬高轉身前面沒有人戴了一程 哎呀 沒問題 給錯球給了和仔 和仔頂過直折 好 這個鵝偉倫 長居直進避過了一份 鄭俊葉同一 趕入鵝門 一比零 比錯球的二了 這個球真可憐 這個金馬高無端端的球 比錯了和仔腳下 和仔一個直線位去前面 鵝園的首位莊越衛失敗 被歐偉倫長居直進 龍門都過了 趕入鵝門 看看 和仔是接應到金馬高的誤傳 跟著整個地方 莊越衛失敗之下 被歐偉倫 現在拉過了這個范俊葉 我都入了這個環境 一比零 先進去 扣偉倫今季的第四個月 聯搶的入球 這個球也無關是范俊葉的事 或者他雖然需要這麼早出來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整條防線來說 在當時也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缺口 給歐偉倫一個單刀的 下半場入底的山道士 他推過了司徒文盡 再推過了隊長梁瑞榮 勉強打一打 但是被寶波浴池搶到 但是剛才是這個10號的 金馬高就是比失了球 所以藍華現在領先了 梁瑞榮比前了 看看失不失 斯維奧騙過了宋年勇 但是後面還有入闢的陳禮招 陳禮招送給歐偉倫 左邊有過了宋年勇 但是他不給了 給了山道士 現在先被宋年勇 探入遠處 留了4號的鄭兆聰 4號的周小紅掛著 看著宋年勇那邊出球 就顧不知後面有個球員 兩盲眼淚了進去 2比0出現了之後 我看這場球 藍華是直接會四戰四勝 一球球咬住的話 都有可能性遠會追和 但是拋離了2比0之後 大事分業了 我看這場球在盲眼的位置 射進去到攻場這個位置 就是防守球員的大技 最難防範就是在角度拆進去 中年勇就是有間接的功勞 這個球入球 金馬糕 已經是下半場就是臨連場的時間了 掌細號給金馬糕 金馬糕怎麼辦呢 送進去中路 紫維奧就在這個富南利奧的洞之前 插死車頂過去 安馬遜 嘩!厲害呀這個左腳 真是漂亮呀 又厲害又漂亮呀這個波蛇 地球貼著柱邊又夠厲害 威拿的視線都被其他人場遮起來 好漂亮呀 看看安馬遜的左腳真厲害呀 好厲害呀 剛剛拆地入網 沒得救呀 好,遠追成1比2較接近了 幾路呀 可惜時間無多呀 嘩呀大概是兩三分鐘的啦 走小熊比回後 那個位置去 邁去慢了一點點 後面的解圍也都沒什麼力 落回鄭兆忠的腳下 這樣啊 事不與我啦 雖然遠有一個很美妙的佛球 是追成1比2 但是最後呢 亦都以這個紀錄1比2呢 輸了給藍 honey 寶貝 感谢观看